哈喽 大家好 我是白丁 这一支是那个微信群里面的一个群友有推荐的 那我就来做一期那个红点的钢笔 好 包装上面一样的 我非常喜欢各种认证 然后呢 就是这样很齐全 然后前面呢 就一个直接就这样子 它的商标啊 然后一个纸和包装小小的 啊 非常的节省空间啊 我很喜欢的一个包装 好 下来了里面就是普通的一切 好 那应该什么都没有 就一个怎么讲的 就一个纸板的一个做一个笔垫 然后这一支笔呢是那个1837 呃 这一支笔的话好像是那个7杆吧 应该是叫那总整笔拿下来的时候 第一个感觉非常有重量感 另外就是它的弧线真的很漂亮 前面的两个切口吧 呃 有点呼应 而且非常干净 什么都没有 就有点那个很年轻的那样子的一个什么 就是很年轻的一个感觉 就是跟那个血液的平顶天罐一样 就是这样子切了一刀 然后就给人感觉整支笔就比较现代一点 那我们还是一样看一下这个笔的尺寸先 好 那整笔来讲的话好像好像很难有笔会比146长一点 这个然后整根笔的话首先不会很大 但是整体的一个线条非常的大 7整支笔 另外呢就是呃 它的一个漆面吧 应该这个应该是7吧 整根笔应该是铜感了 整个漆面的反射能看到就是也不亚于说万宝龙或者百利金的它那个呃 能看到这里的反光 那就呃 不会说亚于说它的就工艺上面不会说亚于很多 呃 反而我觉得就是像这种就这个两个金色嘛 两个金色间这样子对在一起 总感觉好像细节不是很够 另外呃 笔环这个先放一边 笔环上面的话能看到就是说 这里的精细度我个人觉得不是很够 不是非常的那种怎么讲 精致就不够深或者不够锐利的一个边 那可能就是说这个的一个层次感 这个整个整体的一个层次感会差了一点 笔家也是这样子一个情况 能看到这里是一个三角形 能看到吗 一个三角前面一个三角 然后中间一条直线 笔家的设计我个人觉得是非常好看的 而且这样子一个笔家嘛 前面就小端的 然后这里这样子一片的这样子片状的一个笔家 会个人来讲会比较喜欢 就这种感觉就是什么 这个笔家好像是按上去 就飘在笔上面的这样子 不像说我平常一条然后连过来 那种我觉得有点太 怎么讲太工艺的感觉 这种感觉还是怎么讲的 有点设计感 笔家的话如果能再锐利点非常锐利 然后跟笔环那边能这样呼应 那就最好不过了 好我们再下来看一下这一根笔的一个笔感 上面写的是 看不清看不清 看一下你们能不能看清 这个意思的话 我不知道笔的系列到底是从元素是从哪来的 但是那个感觉他这个好像这个图案怎么的做的怎么讲 我觉得配色差那么一点点了 图案上面还是挺精致的 上面还有一些字会比现代的不少笔 就是感觉来的更有心思一点 因为这个字你看一下其实挺细的 我个人觉得不会说我就印上去那样子 然后就结束了 就是相对来讲整支笔还是比较有诚意的 然后比例感来讲 这里前面头宽 后面尾部这边的头它比较窄 但是它窄的这边会高一点 宽的那边会矮一点 那这样子整体的比例我觉得会比较好看 好那个是悬的吗 好吧差点 然后整体的比金色的一个笔握也可以 笔握上面来讲红点的笔握 我个人觉得如果它笔的尺寸够大吗 它的笔握设计其实真的挺不错的 我觉得像这种反圆的 就是适合拿就是拿比拿的高的一个笔握的话 真的是拿起来真的非常舒适 而且有这样子一个弧度吗 拿起来真的会更顺手一点 而且也更好施力 那吸墨器上面的话 应该都是统一的3.4口径的一个吸墨器 那跟平常的一模一样 那这个也没什么好讲的 笔尖上面来讲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双色尖 我买的是一个EF版本的一个笔尖 那笔尖上面来讲的话不知道感觉如何了 红点的笔尖 但是它整体笔的一个资料里都没有什么虚位 你看都是非常紧凑的 反而就是我现在手上拿这个笔感非常非常重 好那我们一样看一下这个笔的一个笔尖 笔尖真的挺漂亮的 整体的一个加工啊等等的我认为都挺不错的 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笔的一粒 非常非常的漂亮啊 然后打磨方式上面也是有点一个前面有个小斜面 写中文应该也是挺合适的 另外就是一粒上面也也不是特别大的一粒了 感觉应该梳写起来应该挺细腻的这样子一支笔 好那最关键的一步我们赶紧来上一下这个墨 好把笔给放进来 然后稍微上一下墨 好一点点就够了 好一样的例行公司给它插一插 嗯 可以 嗯 还是不要 好一样的拿下纸 然后直接就是跟上 上面是0.5的我就在下面这边的一个下面这边来书写吧直接 好书写完了那整个笔尖的话它是偏硬的这样子的一个笔尖了我买的应该是干尖了正常的话我没有必要我不会去买个金尖书写的声音你们可以听一下 书写起来的话能感觉到它是偏有阻尼的一个笔但不是那种有沙沙的那样子一种感觉写起来的话反正就是一个阻尼和滑度来讲的话的一个中间这两个东西的一个平衡点找得非常好就是说非常中性的一支笔不会说特别滑阻尼感也不会特别强写起来的话 非常的顺就是你握笔的时候你能感觉到就这支笔其实挺滑顺的但是你没有那种热刀切环有那种感觉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了可能它这支笔本身也是拿了一些中文为主了我觉得另外的话就是这一支笔呃的配重还有它的配重真的是还就应该不能讲配重就是它这个笔形嘛握起来真的挺舒服的重量来讲的话我个人认为有点偏重了 但是它整根都金属的也没有我觉得这个就没有办法说啊去怎么减轻啊或者我里面还有一个线材看到里面还有一个塑料的一个头筒啊我可以可以这笔做的真的质量真挺不错的这价而且以它这个价格来讲也挺也不算贵我觉得啊可以可以嗯这支笔的话怎么讲呢呃说实话这个上面的花纹来讲我个人喜欢素一点的笔但是整体的一个笔的外形 设设计来讲的话比起516和517呃来的好如果来一支数款的我觉得我觉得这支笔相对来讲的整体效果会好一点书写上面也是挺好的很中性不会滑也不会很强的阻尼那基本上也不用什么学习成本一拿上手直接能用对好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有什么呃讲漏的麻烦帮我补充一下那个我们下次见拜拜 by bwd6